全美第一,曼巴门徒,选秀母版维杜兰特 如果一个球员能拥有上述标签 那这个人只会是小麦克尔波特 作为黄曼巴罗伊的得意弟子 高次带队29胜林副问顶冠军 产军36.2分13.6篮板 随后在全国打出名堂 成为麦当劳全美高中明星赛 耐克兰球分会的最有价值球员 大学家门密苏里周大 首秀只打了两分钟就宣布退赛 上边报告显示小波特的优缀出现问题 需要缺席整个赛季,球迷们都绝望了 纷纷扯扯他只想着不劳而获 然后去NBA挣大钱 手术过后,小波特积极做康复训练 在赛季末选择付出,打了两场比赛 表现平平,但小波特问心无愧 宣布参加18年选秀 手握琴时身位的球队都派对一起来评估 快床的一楼团队在报告中写道 这孩子恐怕不能打篮球了 果王队在评估过后表示 如果小波特在二次视讯中令人满意 那他们会用榜眼睛将其摘走 当试讯那天,小波特臀部惊狼 疼得只能躺在床上 选秀业,小波特忍通在修立屋坐了两个小时 毕竟再好的天赋 也抵挡不了腰椎盘这样伤病的摧毁 直到第十四顺位 绝境才将他选走 希望他能和约基奇木雷组成绝境三少 在殷商缺席新秀赛季之后 小波特在付出的第二年开始掌现天赋 2米08的身高,2米14的臂涨 同时还有一手无解的干拔跳投 场均19分,7.3篮板,投篮命中率54.2% 三分球命中率44.5% 这不仅让他坐稳了首发位置 还收获了球队5年2亿美元的超级顶心 小波特曾说 如果不是因为这该死的伤病 那我会是比东七级更好的球员 那么你认为小波特能够追上 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自己吗?